对 对 对不起 封公子 是我错怪你了 不碍事 本公子要回家了 家中尚有如花似玉的姑娘们 等着本公子呢 竟然被他轻易地看穿 他的此人不好对付 这原来是一个骗局 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么看起来 这封公子挺厉害呀 这个骗局 是冲着我来的 想用这个骗局 往我身边安插人 安插不成 又想让我受牢狱之灾 到底是谁这么狠毒啊 公子 有你的情节 真是稀奇 谁给我的情节啊 是白家小姐 白家素来和我们方家 关系不好 既然邀请我去参加宴会 赤出返 床必有妖 我倒是要去看看 白家玩的什么把戏 好 金哥 哥带你去派对 嗯 啥梯 啊 风清浅旁边那个人是谁啊 哦 好像是他母亲那边的表妹 哎 就是我风清浅啊 被他砸了百灵院哪 啊 那女子也太美了 管做是我 别说是百灵院 书院我都给他砸了 哎 你早就要砸书院了吧 胡说什么呀 胡说什么呀 给小爷管好你们的眼睛 不该瓢的地儿别瞎瓢 小心我挖你们眼睛 哼 啊 自然自然 真是老大的人嘛 表哥 啊 之前就听舅舅说 清哥姐姐很漂亮 果然如此 清哥姐姐是第一次出来吧 说是表哥不放心啊 我可以带他一起去玩 妹妹说笑了 我不要跟这对臭男人待在这儿 好 那我就将清哥交给你了 他不熟 你好生照顾着 知道啦 我又丢不了 别把我当小孩子 清哥若是一直跟着我 倒是便宜了这群丸固子弟了 让他和女眷们待在一起比较安全 而且表妹也是我信得过的人 老大 你说你作为一个男人长得如此俊美 我们这边普通长相呢 都没法待在你身边了 我只是长得好看吗 你错了 我还富裕 你以为我只是富裕 错了 我还招桃花 封公子 封公子 两位姑娘就在里面了 你赶快进去看看吧 这气味 我倒是要看看 演的哪出 崔情耀的味道 这能解百毒的清风玉露丸 果然是外出旅行必备良品啊 这不是白家大小姐吗 她怎么会躺在这里 也是被人算计了 她中了这崔情耀 难道那个丫鬟将我引来 是为了让我和白家小姐 不可描述 幕后的人 竟然敢拿白小姐清玉做赌注 我说白府进了什么贼 原来是你这个才华贼 风轻浅 你居然对小女做这种龌龊之事 小女的清白全被你毁了 啊 夫人 请我解释 事到如今 你也不用解释了 你必须对小女负责 啊 怎么负责 则皇到即日 迎娶小女 哼 本公子又没有做什么 居然让本公子娶妻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啊 风轻你 娘 你就别逼风狼了 啊 等等 你这亲密的风狼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寒情的小眼神 是什么意思啊 大姐我们不熟吧 啊 风狼 我俩的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我们都到谈灰论下的年纪了 我只想要嫁给你 啊 你一个白家的嫁长姑娘 非要嫁给我一个顽裤 你觉得合理吗 风狼才不是顽裤 风狼是这个世上 最好的人 呃 奥斯卡眼镜啊 我自己都说不出这么恶心的话 呃 呃 一家环比 都比不过 你觉得 你身上哪个地方我看得上啊 风狼 你怎么能如此说 你不是最爱我的吗 既然敢说我丑 你丑 你全家都丑 爱你个毛线啊 老子又不喜欢女人 月儿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她强迫了你 娘 哦 不是的 我和风狼 是真的两情相悦的 别侮辱了两情相悦这个词 小爷才不喜欢你 我此生 非风狼不嫁 生死 都是风狼的人 啊 我有那活计让你成我的人吗 哦 你就是风轻的人了 风轻 几日不见 你就有一家轻视了 又一家轻视了 你 你要小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